全国大选山雨一来 国阵昨晚召开最高理事会会议后透露 秘书处正在审查六个政党有意加盟的申请书 面对媒体追问 除了全民党以外 还有哪个政党申请加入阵线呢 国阵总秘书拿督斯里暂比里三间其口 另外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为家祥则透露 国阵已经谈妥部分的议席分配 各政党紧锣密鼓备战全国大选之际 国阵昨晚召开最高理事会会议 由国阵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主持大局 会议结束后 国阵发文告简单扼要说明会议一决 有关阵线接获六个政党有意加盟的申请书 对此表达谢意 秘书处正在审查所有政党的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 由安邦国会议员拿督组来达 如楼国会议员孙伟轩 和地步老国会议员钟绍云等人领衔的全民党 早前已经表态要加盟国阵 文告也指出 最高理事会也同意设立国阵女青团 协调成员党的女青团运动 并议决由巫统女青团长拿督扎西达全权领导 另外最高理事会也决定 将总裁正拿督斯里西山墨丁的任期延长多两年 文告也强调 国阵各成员党在各个阶层已经做好备战大选的准备 最高理事会对此非常满意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维嘉祥随后也向媒体透露 国阵已经谈好部分的议席分配 待时机成熟再做宣布 国阵最高理事会还没亮绿灯批准全民党加盟 对此全民党最高理事强调 如果国阵有任何问题需要厘清 全民党都愿意撇合和国阵会面商谈 全民党总秘书诺西兹万发文告指出 国阵作为我国政坛里的老牌联盟 确实需要充分地考量各种因素 才能达成共识允许新政党加盟 他指出全民党欣赏国阵 也会尊重国阵最高理事会 展颜批准全民党加入的决定 并且在耐心等候申请结果出入前 认真看待这件事 余优优独播剧场上 总之合久 年岁� volatile 背景 小世界